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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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講中文 那個 因為我想今天有很多的學生在這邊 所以我希望就是 我們 四位 組織演講人 他們的這個 非常 stimulating這樣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要跟大家很好來共享 聽下來四位演講人 對中國經濟當前的這個 基本的認識 我覺得非常的一致 所以如果我總結一下 他們大概有幾個共同的地方 那第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其實都認為 中國經濟的增速 已經下來了 而且這個增速的下來 不是一個 短期的 這個週期的 這樣一個現象 是一個這個 structure change的一個結果 是一個結構變化的 一個結果 那換句話說 就是他們都認為 中國經濟 從未來看起來 不太可能增長到 之前的那樣一個水平 所以 他們大概都用了這個 moderous growth 這個詞 意思說是比較適度的增長 不太可能出現hyper growth 我覺得這是大概 他們一個共同的看法 那第二個看法呢 我能體會到 除了Barry Norton以外 其他的幾位演講人 大概也都有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說 增速下來未必是壞事情 事實上可能有非常多的正面的 這樣的一些結果 因此呢 他們大概都認為 政府其實在這個時候 不需要 再去用 之前的 傳統的這種擴張性的 財政跟貨幣政策 特別是貨幣政策 所以stumulus是不需要的 我想這是大概他們 這個共同的一個看法 特別是Barry提到說 其實他的演講 其實是給這個李克強的 這個不刺激的政策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這個支持 所以他們不主張再去用 這個expressionary stimulus policy 去管理這個宏觀經濟 那Barry特別提到說 從東亞的經驗來看 當這個經濟 它的這個減速或者降速 是一個長期現象的話 是一個結構變化 引起的一個現象的話 其實最大的挑戰 就是政府的這個宏觀政策 因為宏觀政策 在這個時候 其實必須要適應 要改變 所以不能再出台 這個大規模的 經濟支出的 怎樣的計劃 而且不僅如此 他還提到說 不出台大規模的刺激計劃 它有一個好處是 實際上我們在逐步的去改變 公眾的預期 所以他提到 預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我想第三個他們共同的這個看法 就是其實中國還是需要進一步的 這個structure reform 這個結構的改革 那當然他們更多的我想 比如說 這個 尼斯塔根森教授 特別提到的是關於金融改革 那麼 前幾天我跟那個 皮特森一起去 一些經濟學家在一起 那包括尼克拉迪他們 我想在北京 前幾天在北京他們也去開會 都在講這個 這個financial reform的這個重要性 就是金融的自由化 特別是利率的市場化 如何之重要 對中國未來的這個 這個持續的增長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今天 四位嘉賓演講 其實都談到這個改革的重要性 另外就是談到這個 我們說這個 國際企業改革的問題 那個甘德先生提到這個 國際企業改革 提到這個 political reform 這個政治改革 這個對中國未來的持續的 穩定的增長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 這些可能是在我們今天的 這個嘉賓演講當中是有共識的 所以增速是下來了 而且這個下來是長期的 是結構變化結果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它 那麼我們不需要這個stimulus 因為這個傳統的stimulus 那種方法其實只會適得其反 因為那個這個不是周期現象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周期的辦法 然後我們需要更加關注這個 這個這個結構改革 OK 這個是我想 這是共識 我相信我們今天在座 可能大家都會認同這樣的看法 那麼既然要評論 我想我還是要提幾個 這個我個人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關於這個 我想Berry提到說 假如你看日本 你看那個原來東亞經濟 他們其實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不過我比較感興趣的是 因為日本是下來的比較 比較Rabbit 比較Sudden 這個從10%到6%以下 那我 其實我跟Berry上次見面的時候 我們也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 是否認為 中國的這個經濟的降速 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OK 還是說像日本那樣子 在70年代初的時候 突然是一個懸崖峭壁上跳下來 那我想這個是 我想我們看中國 需要去想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Slow Down 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還是一個急速的 急距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如說 日本在70年代初的時候 它的人均GDP 其實跟美國 大概是美國60%的樣子 所以它已經是一個 非常富裕的一個國家 那中國在現在 我想在未來幾年裡面 也是這樣 人均GDP按照PPP的話 也只有美國 達不到30% 那20%幾的一個人均GDP的水平 就美國差不多是美國 20%幾的一個GDP的水平 那它是不是還會維持 相對比較快的一個潛在的增長率 那如果是的話 比如說未來7% 8%是可能的話 那這就意味著說 我們中國的這個經濟的這個結構變化 導致的這個經濟的下降 可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而未必出現像日本那樣一個情況 我想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想 畢竟中國人均的這個capital stock 還是很低 所以這個怎麼要慢慢積累這個capital stock 那講到capital stock 我就想到齊仁兄講到這個增長的質量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思 因為這個在理論上 可能是需要做一篇很好的文章來討論 通常我們看到的文章 是在這個貿易領域裡面 比如看中國的出口 那麼通常我們去觀察 中國出口的這個複雜性 這個產品的複雜性 這個出口的這個value added 這怎麼變化 我想這個產品的複雜性 跟這個value added 可能跟齊仁兄講到的這個質量 產品的質量 我想是應該是正相關 所以我想那些文献也許對我們理解 這個增長跟這個質量之間的關係 是有一定的幫助 那麼最近我正好跟我一個同事 我們在今天就要發表一篇文章 就是專門討論中國這個出口的這個value added 那麼簡單的講 可能這個質量真的是像齊仁兄所講的 就是跟這個增長之間 也許是有一個可以觀察到的一條曲線 我增長快的時候這個quality通常會比較低一點 不過我想這個是如果你是cross section來看的話 有可能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time series來看 我覺得可能不一定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提出這樣一個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需要我們從這個經濟研究的角度去 首先在理論上我覺得應該我們有一個解釋 這兩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那麼其次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觀察 來看這個quality怎麼樣影響這個growth 這個growth怎麼影響quality 我覺得這個比如說人均資本存量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人均資本存量 中國還很低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你的產品質量 包括你的出口這個製造品出口的這個附加值的改善 它其實還是有空間 那麼因為人均的資本存量還很低 那麼人均資本存量提高的過程 那這個增長其實可能還是會非常的明顯的 或者非常快的 所以這個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比較複雜 所以感謝齊仁兄提到這樣一個問題 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 這個機會將來來做出這樣方面的研究 那麼最後我想就是中堅先生講到這個這個政治改革 我覺得這個是在中國經濟學界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不過我想這個中堅先生這個給出的這個改革的議程呢 其實在這個十八屆三中全會裡面呢 實際上也大部分也是提到 那現在我覺得可能最重要的 我想中堅先生可能也會同意我的看法 就是說最重要的可能 其實不是說我們要改革哪些東西 而是怎麼改 我覺得現在的這個這個 包括政治改革的這個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全會的決定裡面呢 都有很好的表述 那問題是我們怎麼做 那現在可能大家關注這個上海跟深圳 推出的關於國企國資的改革的方案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 很多人表示對上海的方案表示失望 覺得深圳的方案更加的徹底 但是因為所有這些改革呢 實際上都不能脫離這個過去 所以我覺得應該從一個這個 這個evolutionary角度來看這個改革方案 我覺得是有很多可改進的地方 但是呢這個不是頂層設計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國企國資的改革 你看現在基本上是自下而上在出方案 所以這個其實並沒有這個北京設計好 但是在這個其他的改革領域裡面 包括政治改革領域裡面 毫無疑問是需要頂層設計的 那麼現在的這個設計的方案可能是什麼 然後這個方向是怎麼樣 這力度怎麼樣 怎麼來加以執行 特別是像央企的改革 就是中間先生剛剛特別講到 其實這個國有制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非常其中 表現在這個央企 而且央企是一個巨大的 這個vest interest group 對吧 那麼怎麼來對付他們 所以現在成立的這個推進改革的小組 現在他們的這個 應該說他們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是非常好 但問題是我們要拭目以待 看這個小組怎麼樣在這些 有巨大的利益集團背景的這樣的央企 這個層面上真正的推進 這麼激進的一個改革的方案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需要 我們認真地來對待 或者是說我們需要這個真的來觀察 這個過程真的會不會發生 好 謝謝大家 感謝